随着冬天的美星和春天的序幕慢慢开始 大自然的节奏开始换醒沉睡中的生命 早春又叫初春 是一段特别的时光 象征着新生同开始 在这个时期 从立春到春分 虽然气温逐渐回暖 但仍然变化莫测 早晚温差大 有时甚至还会有零下的低温 对于中意元毅的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既充满挑战又满是机遇的季节 很多人担心早春时节 夜间的寒冷会对蔬菜造成致命的伤害 所以宁愿让蔡源空置都不想冒险 但实际上 有一系列的蔬菜品种非常适合 在这个不稳定的季节进行种植 它们不单止能够内受低温 而且能够在此期间蒙发生长 为我们带来早春的第一波绿色 芹菜、葱、胡萝卜等都是早春理想的种植选择 芹菜和葱的内寒能力令它们能够在低温下发芽 并且在稍微回暖的条件下迅速成长 胡萝卜虽然对极端低温比较敏感 但通过简单的人工保温措施 都可以顺利过度脆弱期 甘蓝类蔬菜 好似包子甘蓝、西兰花等 凭着它们强大的内寒性 不怕怕早春的倒春寒 就算在零下的低温下都能稳健成长 而大蒜、叶类菜、韭菜、白萝卜等 不单止适应力强 还能够在早春的波动气温中 发挥出它们最好的口感和生长潜力 香菜和葱榫都不可以小脆 它们喜良而耐寒 是早春菜园中的另一道亮丽风景线 尤其是香菜 需要一些小技巧来促进它发芽 但一旦成功 它的独特香气足以令人忘记早春的寒冷 在早春种植那时 除了选择适宜的蔬菜品种之外 还有些技巧 可以帮助植物更好地适应季节的变化 例如 多种后腹盖一层塑料薄膜 或者搭建小拱棚 这些方法能有效更保持土壤温度 确保种子顺利发芽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和植物生长 适时去除腹盖物 让植物迎接更多的阳光和空气 这样不单止能促进植物健康成长 还能够令我们的菜园充满早春的心机和活力 早春的菜园不应该是空抗和植静的 通过精心的选择和适当的技巧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季节种下希望的种子 迎接春天的第一波绿色浪潮